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聰明 今集煮的是非常之開胃,肉質鬆軟,帶一點甜甜酸酸 有少少像咕嚕肉般的香橙排骨 如果試過食譜,認為影片好看,好吃,幫到你的話 記得按個like,分享給朋友 大家有機會吃到這麼開胃又美麗的香橙排骨 還有還有,記住,有你支持,就是我的拍片動力 好了,我們又來到街市了 要做好吃的香橙排骨,選購排骨就是最重要的一環 怎樣才是好的香橙排骨呢? 今次我不會去新鮮的肉店買排骨 為什麼呢?因為新鮮的豬肉會有一些韌口 做出來就不會太軟了,所以我今次就買一些急凍的一字牌 現時的市價呢,就賣20元一磅 選的時候,大家留意一下牌骨 看看有沒有雪死了肝變的痕跡 還有最重要就是買一些平均的尺寸 千萬不要一件大一件小,這樣火候就難一點獎勒了 我們買兩條就夠用了 謝謝,好,好啊 這個34元,好,34元 買完便宜的一字牌 當然就不少這道菜的配角 它就是香橙 其實香橙買得不好,味道差很遠 所以我們選橙呢,我們就會說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皮薄 第二,就是聚首,才叫多水 到第三樣,就要看看橙的外表有沒有花痕 我們今次買這個橙是非常漂亮 回去做的時候,大家看看就會知道有多漂亮 順帶一提,這個橙就叫做金巴里超甜橙 現時的市價,25元四個 見到它的款式,記得選回來吃一下吧 大家好,又回到Lag仔廚房了 剛才買三十多元,就有兩牌的一字牌就是這樣 你選擇的時候,看你喜不喜歡的橙骨 我自己選了很久,終於都比我選到一些有肉食的一字牌 其實你可能在外景的時候,你會見到一些比較薄 薄的,像排骨一樣去剃了出來的 其實那些炆起來就會更加快 入味,更加容易去吃到它 但很可惜,只剩下一條,我就沒有理由做那麼少了 我們選擇的時候,最重要是選擇一些 無論你買多少牌都好 最好就是均稱 火口就不會說這塊就太老了 這塊就不夠軟 還有,急凍的排骨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比新鮮的會比較軟一些 因為它冷過過,冰過 肉質的纖維都會比較軟一些 第一時間這些急凍的,我們要去除血水 去除血水有什麼方法呢 都是很薄薄的鹽水 不過這次我們不是要做底味 所以我們的薄鹽水真的薄一點就可以了 大概四個茶匙左右 浸它要多長時間呢 一般來說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左右 一會兒我會放多一點水下去 雖然已經可以浸到它了 渞點減少 mankind 不過是因爲這些水的力量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要處理一些橙 我準備了兩個橙 一個稍後會放進去 拌一拌來吃 這個橙我們會把它起筋起肉 切粒 就不用說這個了 另一個橙有很多東西要做 馬上來試一下 第一時間我們要批一些皮 皮有什麼作用呢 做一些橙香味 但我們就不要白色的皮 很簡單我們又不用太多 因為如果皮太多 我覺得會有些稠稠的味道 批下去的時候 希望可以薄薄的 沒有了白色的位置 我都可能厚了少少 大概少少 我一會兒再做得好少少 就會批下去 沒有了一塊皮 我們要怎樣做呢 首先把它這樣打開一拌 橙味的來源就是來自橙汁 橙汁無論你用什麼方法去榨汁也好 我們用半個 可以試一下找到這個榨汁機 非常之好用 而且你看到我這個橙 真的漂亮得不得了 多均勻 而且最重要的是沒有核 有核的話記得選擇它 因為核煲出來都會有些苦苦的味 無論橙核也好 檸檬核也好 我們先把所有醬汁都炸 炸完之後還有這半個橙 我們怎樣做呢 做一些顏色水就會更好看 定位我們先把它拌走 接著我們切個角 我們盡可能 剛才批得沒那麼漂亮的 不是有些白色的 我們拿一些純橙色的地方 把它放一個十字下去 試乎你想要多少顏色 我們不要切得太薄 大概是這些 因為最後我們放下去的時候 輕輕一煮下去 它都會有些硬身 看得到它 也不要太厚 也不要太薄 投尾這些那麼多白色的位置 我們就不要要了 就是這個位置 最後呢 就剩下這兩塊的橙 我們就剝掉它 你可以選擇打斧頭 吃一塊也可以 等下去煮都可以 基本上我們煮這個排骨 用一個橙就可以了 其餘這個就是要來拌下去 拌下去 像菠蘿生炒骨裡面的菠蘿一樣 OK 這個橙就已經準備好了 切完橙 其實時間都將近半個小時 由於我拍攝的問題 所以真的要半個小時 那些骨就已經被我洗了一會 記住解完凍 我們都是找些鹽水下去 散掉它 如果你可能看到有些筋膜 我們一會兒再去切它 這個時候 我們就將它的水份 都盡可能引乾它 一會兒切完它 變成一些金沙骨一粒粒的時候 我們就要醃它 先把水都引乾它 引乾完水 我們就很明顯看到骨和肉 這兩個位置 我們當然是老虎蟹都不要切到骨 否則真的糟糕 我們跟著每一塊骨 沿著骨去切下去 將它變成一塊塊的形狀 當然你可以斬到它 好像排骨一樣 但這樣就比較雙刀和吃力 有時看到這些筋位 這個時候我們都可以去掉它 甚至乎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扔下去 照樣炆了它 用到它盡都可以 所以就真的 看看你自己想怎樣 我們全部都將它沿著這條骨 分開它一件一件 來到入味的時候 由於豬骨和吉凍食物 我們一定要加些少的胡椒粉 大約少許 披一披豬味 底味的來源 當然要加一點鹽 真的很少 因為待會兒我們滷它的醬汁 都會有一點味 所以底味不用太重 生抽 加一點 調回一些鮮味 花雕酒 加一點 老抽要小心一點 很多東西都隨便 但老抽千萬不要多 加一點色 就算了 最後比較特別的就是 加一點糖 大概是一茶匙左右 因為這個味道偏向有點酸 所以我們加一點糖 不要太多 太多 就這樣 我們就炸一下它 按摩到它沒有了醬汁 我們加一點生粉 一茶至兩茶左右 目的可以拿到它的肉更加鬆軟 加快它鬆軟的時間 要醃多久 一般來說 起碼都一個小時至三小時左右 就視乎你的肉的大小 所以有些時候 這些不是厚一點的 這樣就可能要多些時間 所以我們買肉的時候 均勻是挺重要的 否則有些又很鹹 有些又不夠味 很快就來到埋露之前 這裡就有兩粒的蒜肉 我自己就會切一些厚一點的蒜片 一會兒要來炸一些蒜油出來 這樣做排骨 就有些蒜香骨的感覺 寧願厚一點也不要緊 好像我這些刀法 五二神 這樣 厚一點會不會那麼容易焦 就兩粒吧 買腦了 來到賣腦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們放多丁那麼多油 視乎你的骨有多少 放多丁那麼多 其實也不是很多 看電視多一點 就知道什麼叫做少許油 OK 開鑊的時候 小心一點 最重要開得夠漂亮 全部均勻都有些少許油 以免一會兒就會比較麻煩 火爐來說 調一個中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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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要爆香這些薑片 我想它中細火慢慢去爆透 大家見它現在可能太急了 調一個小小的火 先把蒜油爆出來 骨頭就會香很多 當我們看到蒜片開始有些金黃色 就是時候要拿起來了 那些蒜片有什麼用呢 遲些用來煮什麼都可以 用來炒菜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其實很實用 不過今次我們就用不著 接著就可以煎得肉 這些我們用蒜油去煎這些肉 放進去的時候 由於有些少許糖 大家放進去 就盡可能養開它 不要動它 讓它先煎到定型 煎下去fu 煎了大概三分鐘左右 你會看到它側依微微有點乾乾的 它可以好動它 現在的顏色也挺漂亮 所以你開鍋要開得不好 很均勻都有油 夠熱 你就是熱鍋凍油 就可以格起它 夠透明生粉和糖 而進去鍋大廓 都可以解决到一些问题 你看到它也会有些粉 所以稍后我们要洗一洗才会更安全 至于爆出来的油 稍后我们会留起它 我们先煎完两三年煎香 大概七八成熟也好 全熟也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煎至香口 外表有些焦香 两面三面都煎到香了 有色之后 就像这些 其实都不用全熟 因为我还要去炆它 起码有这些色 我们就可以夹起它 洗干净的锅之后 我们开一个微弱的火力 这个步骤其实可有可无 但做了的话 颜色会更好 这些就是适合剩下的蒜油 尽可能看到黑色一点点 尽可能不要给它 因为我们现在做一个叫做糖色 糖色是比较麻烦 很容易黏底 但是又会很漂亮 很红亮的一个办法 是会更漂亮的 用蒜油来做 不用太热的火力 这里大概有两粒的冰糖 其实可以剥碎它 更加容易溶 最重要是 溶到它怎么样 溶到它一会起泡 均匀就可以了 所以锅一定要靓靓仔仔 不然很容易黏的 油混糖 它的稀结度 热力是很厉害的 所以千万不要那么粗魯 养起它 我们先溶到它 爆泡 糖溶油 溶到差不多 它开始会溶出泡 证明了糖色就差不多了 立即调回一个小火 你看它会越来越容易焦 出烟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小心 不要让它的东西弹到自己 接着我们放下去 在旁边放 先挡一下 先挡一下 因为排骨有些油 放下去可以 加上丁那么多小火力 拌匀 现在已经闻到 哇 很有焦香的味道 加上小火力 你不要看下去 好像很深色 其实可能是灯光问题 现在这些叫红亮的颜色 可以说 当我们拌匀了这些糖色 的时候 偏向深色丁那么多 都不要紧要 这时候我们开大丁那么多的火 进行一个入味 炆的方法 我们加点滚水 去到盖过它的平面左右 这些是滚水 你要够水才能炆到它 刚刚好 盖到表面上 水滚了 我们就可以调回一个中中细细的火力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增强它的味道 是加些什么呢 就是加这三宝 是的 我们炆东西 老水最常用的是什么呢 香叶 一块 八角 我随便放一块 反而最重要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桂皮 这不是普通的老水料 是散买的桂皮 当你试过一些 散买几十元一包的桂皮 你就知道是不同的 你看到它很快 都已经滚了 那我们先拿好东西出来 就是刚才的铲汁 铲汁 铲肉和铲皮 铲皮 我只会放一块 不用放太多 放太多 随时会稠 这些我们轻轻 偷一偷鸡 都很干净的 OK 拿下去 其实现在的味道 你可以试一下它 看看可能咸一点 甜一点 但正常来说 不会叉软 所以我不试味 水滚了之后 我们盖上盖 由得它慢慢去炆 半个小时左右 就差不多了 除非肉很大 才要炆到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中等的滚火力 这样这些肉够了 我们半个小时后见 30分钟之后 现场的环境 闻到很香的铲味 马上看看什么环境 应该是正好 最重要是火力 千万不要太大火 否则是怕煮干水 我们拌一拌 你看到汁已经够了 是有点挂的了 因为我们腌的时候 又下了生粉 加上炒了糖色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色 偏向红红的啡 很红亮 我会叫这些 很稠 现在这个汁也叫做 所以我们不需要 继续去拿生粉 开大丁这么多火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这些肉桂 可以拿出来 都没什么作为 拿了 下了肉桂 肉味会香很多 包括这些橙皮 我们顺手都可以拿出来 下一点橙皮 先煮一下 不用煮太久 拌一拌 然后 让它有点蔗 顺便收起这些汁 看到橙皮 开始软身 我们马上加一点 由于没有柠檬 我们再加一点醋 千万不要多 而且一定要最后下 太早下 它会挥发酸味 一下下去 我们继续 继续两下 已经完成了 刚好 再看上去 都已经看到它 炆得很软很软 放好盘子的状态 是不是有点像西餐的感觉 所以记得 给一点点心思 那些橙 记得去掉它的根 那些皮 我做了一个 非常有爱心的 一个小小摆切 很简单的一个心形 隔一些的橙皮 所以刚刚看上去 不是要粗一点的切 粗一点才会看到颜色 希望大家喜欢今集这一款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香橙台骨 OK 有机会有时间就做 其实如果不想做糖色的话 可以不做糖色直接来的 那就会简单方便很多 如果终于今次这一份食谱 又觉得它好看好吃 有益的话 记得给个赞 支持一下我们香港的one man band 创作 下一集我们继续一起煮 一起享受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嗯 够了 好吃 酸酸甜甜 我觉得最好吃是有些橙 外面吃 没有可能会有那么多橙肉 除了没有根 所以选橙也很重要 拜拜 那一边 咱像好 咱自己 uncomfortable 咱 aggreg虺 咱康 咱